再来关心今年北市的帝王帝后由谁拿下呢 这个帝是土地的帝啊 台北101大楼呢 不意外的久度残留了帝王 不过帝后是星光摩天大楼的宝座 恐怕要不保了 明年可能就会被新医区的商办大楼超车了 上演一场东西区的拉锯战 而有交易才会磕税的公告土地限制 北市也率先调升到了趋劲于正常交易价格 来落实居住正义 3 2 2 1 1 1 再过几天就要登场的跨年重头戏 台北101连九年荣登北市帝王宝座 公告土地限制每平来到630万 调幅3.81% 而帝后也不意外 同样是北车站前的星光摩天大楼 每平来到608万 不过帝后的宝座恐怕不保 为商办的租金效益稍微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未来的话 它有可能会被信义商圈的国胎置地大楼给取代 而仁安洛豪宅地宝以每平456万连11年稳居住宅区地亡 每两年调整的公告地价 北市决议上涨2.63% 占57%的自用住宅 每户平均会多缴184元 虽然12个行政区都调涨 不过疫情海啸第一排的饭店旅馆 文华东方酒店的公告地价下跌5.94% 圆山大饭店跟精华酒店也都呈现下跌趋势 整个观光饭店的一个住房率以及营收 其实相较于疫情前108年大概都有呈现腰斩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地价上也做了一个反应 有交易裁课税的公告土地限值 全市平均来到3.41% 占正常价格98% 比全国平均的92.21%高出了许多 反应涨价归功不再有折扣 这阵子普通产生太火了 那其实对于落实居住正义的 这个课征土地增实税的税基 公告限值的这一块 大家觉得可以不要再打折了 明年公告的公告土地限值 会直接等于一般正常交易价格的百分之百 我想这是率全国之先 地震局表示不通产价格飙涨 地价成为重要因素 靠着拉近公告限值与正常交易价 展现遏止地价炒作的企图心 记得高兴向正台北相报道